各位老师精神,今天和大家研究是家乡的一道特色菜,铃鱼扣 现在看见已经是成品了,经过了十几道的工序才能做出来的 在鱼扣的表面是沾有一层猪皮的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它的制作过程 今天选用的是土铃鱼,它的锅头不算大 每条的重量也就在一斤半左右 用铃鱼做出来的鱼扣口感Q弹鲜味十足 而且价格又不高,经济又实惠 摊主还帮你把鱼鳞给去除,清洗干净 这样的服务态度像生意不好都很难 回到店里面直接可以操作 猪皮一小块,也就是腐皮长宽30公分左右就足够了 先用温水提前把它浸泡 接下来是把鲫鱼肉剔除出来 在购买的时候,摊主已经是帮我们把鱼鳞去除了 在鱼头的下方,先用刀切开一个小刀口 用手夹住鱼皮,往后拉 这样就可以彻底的把鱼皮和鱼肉分开 然后再从鱼骨的中间切肉 把两块鱼肉切下来 鱼鱼的肉虽然很肉细 但是里面还是有很多小弃骨的 所以还是要把它剔出来 剩余的鱼皮和鱼头骨 稍后加一块豆腐进去做一个鱼汤 在鱼腩的地方,上面是有一排鱼骨的 要把它切下来 还有在鱼肉中间的部位也是有两排小刺骨的 同样是要把它剔出来 否则会影响到成菜时的口感 做鱼扣最麻烦的就是在这个环节 要把鱼肉里面的刺骨切出来 接下来是把它放到破壁机里面打碎打成鱼胶 同时加用适量的陈皮浆机水 给它起到一种气心增香的作用 如果是做多的话 有一个专门打鱼胶的机器 今天我们做的少 就好像在家庭式一样 用个破壁机就足够了 在整个搅拌的过程 时间不用太长 十秒钟左右就可以了 搅好后倒出把它放到一个盘里面 加用适量的盐糖作为调味 还有少许的胡椒粉可以起到一种气除腥味的作用 也可以加入适量的浆机水 但是不能太多 否则一旧会变得松散 用手顺着时间的方向不停的搅拌 还要不停的摔打 就好像做牛肉丸一样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搅碎以后 先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冻30分钟 然后再把它拿出来搅拌摔打 这样就会更容易的起焦 关键的还要加入几滴的使用碱水 这样使它变得更有筋道 经过10分钟的搅拌 现在感觉到已经是不沾手了 而且粘性很足 用个手机轻轻一捏 就可以做出一个小鱼碗 说明这鱼胶已经是起到有一定的弹性 这时候再加入20克的生粉还有鸡蛋一枚 把它放在一起 继续的把它搅拌去均匀 加入鸡蛋的目的是让它在盛菜时起到一种蒸香的作用 再次把它搅拌去上镜 记住生粉不能放太多 否则也会影响到整个鱼扣整体的口感 经过了15分钟用手不停的搅拌 现在的鱼胶已经变得很有弹性 表面已经是达到有一定的光滑度 下一步是把提前泡好的腐皮 把它放到锅中做一次焯水 经过浸泡后它已经是变得很松软 锅中加入清水还有姜葱料酒 水烧开后再把腐皮放进去 因为腐皮都是用高油温泡击过的 所以都会带有一定的油腥味 还有在腐皮的表面也会残留有一定的油汁 煮至的时间大约在三分钟左右 让它彻底的变远 煮好后再把它捞出来 用冷水冲洗一遍 因为在腐皮的表面会残留有一定的油脂 冲洗过后还要把里面的水分给挤干 这样才能达到下一步的要求 否则在蒸击的过程就达不到我们想要的效果 接下来把它放到一个盘子上面 再撒上适量的长面粉抹去均匀 接下来再把备好的淋浴胶铺在上面 把它做成一个方形就好像一块猪肉一样 按键的鱼扣底下是没有垫腐皮的 今天和大家分享了这款稍微经济 而且在长菜时的口感和卖相也会更好看 挨着成型后 再用手把它的表面抹去光滑 这样看起来就不像一块猪肉了 有点像一块面包 这一步是把鱼扣的模型做出来了 接下来是把它放到锅里面蒸击20分钟 还是把它换到一个竹垫上面 在蒸击的过程因为它透气就会更快速的熟透 蒸击的时间全成为20分钟 现在可以把它拿出来了 把它翻过来看底下的腐皮有没有脱落 粘得紧紧的但是在旁边已经是降出了一圈 下一步还要过一次油锅 把鱼扣的表面炸至上色 这样也会增进它的香味 油温控制在150度左右 炸至的时间三分钟就可以完成 鱼胶的表面已经是变了金黄 再有腐皮的最面是不用过油的 炸好后把它捞出先放一边 接下来要调一个料鸡 先把姜葱蒜米放到锅里面爆香 然后加入清汤再调味 盐糖生抽蚝油 先不用勾芡煮好后再把它盛出 到了这一步是把炸好的鱼扣改刀切成块 面上的这块腐皮还是紧紧的粘在一起 没有脱落 先从中间把它切开 厚薄度可根据个人的喜欢来定 我就喜欢切厚一点了 因为这样吃起来更有口感 看到了这一步 大家可能以为是完成了 直接可以上桌 但是还没有 还要把它放到一个扣碗里面 然后再淋上刚才煮好的汤汁 还要把它放到蒸笼里面蒸汁15分钟 让它充分的入味 一道好的菜是要经过十几道的工序才能做出来 蒸汁的时间已到把它取出 再把里面的汤汁倒出来 再用个扣碗把它反扣过来 这个动作要小心 不要让里面的汤汁溅到身上 再用几颗的生菜做一个围边 最后用蒸汁的盐汤汁勾一个薄芡 再把它均匀的淋在上面 一道家乡鱼扣就制作完成 在村里面每逢过年过节的时候 都少不了这道菜式 好不好吃 我来品尝一下 在我们坐边的鱼扣分为两种 这一种是贴上腐皮的 还有一种直接打击散进后 放在一个模具里面蒸熟了 再炸击就可以了 贴上腐皮的就经济一点 而且口感更好 现在来品尝一下 在蒸击之前我们都会涂上一层层面 所以它不会脱落 看起来就好像扣肉一样 所以我们称之为它鱼扣 Q弹度还是不够 因为刚才我是用手来打 和机器打的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但是这样的品质可以吃到饱 没有腥味 很香 有喜欢的朋友可以研究一下 味道的确不错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上一次我们再会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谢谢大家